第一次出碟已經十五年了 都值得慶祝一下 因為我入行就是想出碟 但沒人肯幫我出碟 所以我就自知自己出碟 我很害怕 所以我就出碟最冷門的東西 輸了也不完 這次的好處就是不用出寒 喝醉了出寒很辛苦 所以這次就是室內 溫溫地入場 聽一下聽一下 我會給一個位置 如果你要補飛 你出去就補飛 再回來 坐下來繼續聽 聽完之後還口渴 可以再喝幾杯再酒 對這次的大分別 就是不用付錢 這酒是我請你喝 還要是十五年威士忌 兩個想法 一就是穿雪樂和威士忌很合適 而第二個想法 就是友情 我覺得是很值得慶祝的一件事 還有第三個 就是現在演唱會的模式 我覺得開始改善了 追口仗依然有 看大秀 依然有 但我覺得 community 是一個 新的玩法 即是 audience 變成中心 反正大家在互聯網都是 就是我的意見很重要的 真實世界 大家可以聚 可以 撕回舊朋友 可以做新朋友 如果喝了酒的話 整件事就更加 隨和一些 交流就更加 開放一些 說不定你坐旁邊的人 你都會和他變成朋友 大家就變成一齊聽歌 一起喝酒的一個 community 如果成功的話 我想繼續 玩這個模式 我想我貪玩 和我貪學新的東西 我覺得 音樂已經 大家都這麼辛苦 當然要盡量找新出路 我不知道我可以貢獻些什麼 因為我不是大富豪 我可以做的 因為我是技術人 我可以示範給大家看 這個可以的 做NFT 賣到就可以了 做陳枕色 賣到就可以了 做藝術品 賣到就可以了 全部都得了 可以和大家分享 有其他方法去玩音樂 去玩藝術 我是喜歡這件事 希望可以繼續做突破 亦都希望透過突破 亦都希望透過突破 可以鼓勵到其他人 用新的方法 去找到更加好的成績 現在很多人開始用AI 對 你有沒有想過AI 如何衝擊到你 我也想做 首先 AI 是不可能取代人的藝術 因為AI是向後看的 人的創作 是向前看的 AI沒有可能發明到人來發明到的東西 AI可以結束 甚至解決一些錯誤的漏洞 但是都是人做過的事 因為AI是用是學 past data 人沒有做過的事 他是做不到的 所以AI取代不了人的創作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這件事 不需要太擔憂 反而AI已經存在了 已經普遍化十幾年了 只是近年 因為有GBT 大家就把AI掛在口上 AI簡單一點說 就是有電腦幫你自動化很多 原本人要做的事 自動化的意思 他可以快你很多 這件事好還是不好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你不能抗拒 因為他幫助很多生意 快點和便宜點 這些生意是不會放棄AI的 意思就是AI在我們生活 就像手機一樣 你不能抗拒手機 他已經在了 大家摸摸手袋 或者褲袋 就是一粒手機 機不能抗拒 那就找辦法 怎麼可以用它 不應該找辦法 怎麼用它 來幫助一些 被這些 被新科技 麻將 令到生活沒有那麼好的人 我做NFT都是因為 我覺得音樂 我看到音樂 被Streaming 互聯網 搞到很多人說不懂 那麼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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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istic就是 如果有 1000個音樂人 同時間 我做著 音樂 999個 是救不了 這個是 這個是事實來的 那麼很多人都說 不是啊 音樂很重要 音樂是追夢 是 這個依然是真 但是 你找不找到吃呢 如果你找不到吃的話 你就不能做到最好 不能做到最好的 就是音樂 是音樂人做的 那麼那個 品質 貨質會衰退 那麼 品質衰退的時候 那麼 音樂怎麼會 繼續好聽呢 那麼 那麼 那 那 上面 現在 這個世界 雖然消費很多 免費音樂 但是 大部分人聽 越來越多人聽的是 舊音樂 英文叫 Legacy Consumption 回舊 那 因為免費 嘛 為什麼會很多人聽 因為免費 如果要給錢 未必那麼多人聽 是啊 所以 我就很熱血 面對新科技 NFT 我感覺上 就是香港的人 就好像喜歡 有一套是喜歡聽舊歌 就好像越來越多 好像停滯了 停滯了 你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絕對 我不只是香港 全世界都有一個效應 就是Legacy Consumption 很多人聽 Beatles 過 聽 熱體以前的東西 聽以前的東西 所以現在的新音樂 有一個熱潮就是 復古 是的 復古70年代 復古60年代 復古80年代 反而 那些新的經濟 就出得慢一點了 因為現在是 即食年代 大家都 一就是 想一步登天 甚至 看完影片 就當自己做了 我想吃生辣麵 但我不想肥 然後就看影片 那些人在這裡吃 我當成了 我想健身 我很健碩 然後看到那些弟弟 在那裡舉 我當成了 但其實你只是坐在那裡看 在那裡咬炸雞 那 怎樣去解決這件事呢 我覺得 科技是雙面潤力 它可以令到 很多人的生活 沒有那麼好 但是呢 同時間呢 如果你用得對的話 很有可能 令到生活又好 有沒有想過 有沒有遇過一些 比較低潮的時間 有啊 當然有 突破之前 不是低潮 沒有人知道而已 因為要成功才有人知道 成功就有人聽到 未成功就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就不覺了 比如我想做搖滾明星 然後不停酒吧練 還有表演 然後我想做音樂人 說爸爸媽媽很不開心 不給了 然後不停想出電 不停敲門 問唱給公司老闆 然後有人不停說 你的歌 有些太什麼了 我還是不幫你出 但是但是你可以留下一首歌 給我的藝術唱 或者 你的音樂和人的樣子很不配 我那時候不夠世界 我不明白他們想說什麼 但是他們想說 就是你的樣子 我不懂得銷 是啊 那我就 哦 我的樣子真的比較難銷 如果我是正常一個英俊 半個梁朝位 人家都會覺得 哎好啊好啊 我懂得銷 我懂得做 因為我懂得做明星 他們都是做明星的 唱片公司 唱片公司都是做明星的 很少唱片公司是做音樂人的 那 那 那幾年就 有沒有十年 應該有十年 試過很多次 跟過幾間唱片公司 做事 說我幫你出電 總之都沒有的 總之我就自知了 自知所以會很忐忌 其實我很喜歡 我很喜歡 有人欣賞 就是我寫歌 有歌手 有監製 有唱片公司 欣賞 那我要 很多隻早期欣賞我的 的人 就是 寫歌那方面 林志軒 邱克里林那個 他是唸我第一首歌 是的 他還用了歌詞 是的 但是之後就沒有了 之後就沒有了 因為 當然 張學友就要 唱廣東歌 那我不是寫廣東詞 那現在就行了 哈哈哈哈 那之後就 第一個找我做監製的 Eason 是的 那 那 這些人是 就是 開了 一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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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 是的 如果不是Eason 就可能會遲很多 才有人找我做監製 是的 那我為什麼會這樣努力做監製 和努力寫歌呢 因為 那些 唱片公司的老闆 是這樣 說我 那我覺得 如果我寫好一點 如果我混音好一點 如果我編曲好一點 那他們會不會聽到呢 他們是不是聽不到我想做什麼 最後就 原來不是的 只有你的樣子 哈哈哈哈 但是也好 因為他們不是做電視的 或者是電影的 那最後我就拍電視劇 然後進了屋 然後就很開心 大家覺得 原來是 人家喜歡我 我的樣子不是適合 嗯 陳伯強的 我的樣子是 大家會看著你開心 開心的 拍電視劇就適合 那樣子 所以拍聲和樣子不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 公仔